好早上,你今天相信吗?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伊朗核问题的重要程度使得议会难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因此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需要发挥作用 考克要求把任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定冻结60天,使议员有时间来通过或否决最终协议 他说,这些制裁最初也是国会决定的 每个人都会说,是国会批准的制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则威胁会予以否决,发言人鄂尼斯特说 我们不认为国会应该在6月之前做出妨碍对话的表决 我们也不会赞成国会采取可能危害总统权威的行动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正在和共和党人一起呼吁对这项协议投票 即将成为下一任中议院民主党领袖的舒尔默就是其中议员 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民主党人和舒尔默站在一边 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并阻止德黑兰要求的解除制裁 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没有兴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家安全分析员肯恩·索夫说 奥巴马总统可以自行决定暂停制裁 但是取消制裁就需要国会来决定 他说国会议员在伊朗问题上是有决定权的 但不是人们所辩论的那种决定权 国会的角色不是在谈判桌上讨论协议细节 而是执行这个协议 这才是国会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 不是对于协议的直接表决 而是确保伊朗履行承诺 参议员考课不认为加强国会的参与度会扼杀协议 他说奥巴马总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复杂的谈判 不仅是伊朗和五常加一的国家之间 而且是五常加一国家内部的谈判 美国国内的谈判 也是伊朗国内的谈判 要使所有这些成员满意地达成一个协议 并消除对美国国家安全最致命的威胁之一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近期将会有行动 考课的议案可能在下周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 美国之音记者鲍曼 华盛顿报道 因此我们正在运动到同样的尽量 但我希望听到您的讨论 主持人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